郭董說明年一定會缺電 那我認為這也是府院高層那邊心知肚明的事實 這一次的藻礁跟核四公投都沒有過 所以三階繼續蓋 核四不能夠啟用 繼續封存 可是三階的電量補不足核四的缺口 而且中南部的空汙問題也是越來越嚴重 更何況燃氣佔比過高還有國安危機的問題 這個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多次的強調 所以我覺得府院高層他們自己也知道啦 2025年非核家園現在只剩四年的時間 但是過去完全執政了五年 那再生能源只增長一趴 所以我們供電缺口是非常大的 那現在核四沒辦法啟用 核二核三又要陸續的除疫 縱使你三階跟大潭的擴建補進來 還是沒有辦法滿足供電的缺口 所以呢台灣接下來就要面臨非常嚴重的缺電的問題 我們產業經濟的發展都會受到威脅 尤其是目前有大量的火力機組 無論是燃煤或燃氣 這些都是化石燃料 也是有非常大的碳足跡 所以這樣的碳足跡對我們的所有企業 在台灣設廠用電的企業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都會導致我們的產品走不到國際去 也切斷了跟國際的潮流 那最近呢 歐盟呢即將要正式的拍板決定 將核能列入綠色投資 事實上歐盟在之前的 兩年前的綠色政綱裡面呢 就已經把核能列入碳中和的手段了 那去年歐盟的科學機構呢 做出一個結論 就是核廢料符合對環境安全無危害的這個要件 所以核能應該被納入綠色投資的補貼 那最近這幾天呢 歐盟的指委會的各個國家就會進行的表決 那根據前陣子 十幾個歐盟國家的聯名表態支持 那只有少數的國家反對 看起來應該是板上釘釘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非核家園也發現了問題 可是我也承認 有一些民眾對核廢料有一些疑慮 或許也是這一次反核式的理由 但是接下來歐盟的這個正式重大的決定 將會還給核能格公道 核廢料從來都不是問題 核廢料甚至就是核能是綠色投資的關鍵要件 所以台灣必須要走向國際 必須要跟世界接軌 當世界各國都把核能作為綠能這樣子的國際趨勢 去輔助搭配再生能源的使用 來減少化石燃料 讓我們的企業更有競爭力 讓我們的生活有穩定的電力 有乾淨的空氣 這才是真正的國際趨勢 所以我們很遺憾的 因為這四個公投 因為政治現實的關係 投票率低迷 導致藍綠基本盤對決 而導致沒有通過 但是它並不代表收到民意的否定 事實上民意是肯定這四個案子的 只是因為選舉機制的關係 被民進黨所政治的操作 可是民進黨這樣子的政治操作 會讓台灣跟世界切斷的連結 我們將被世界所淘汰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要怎麼活下去 缺電、漲價跟空物的問題 又要怎麼解決 我希望能夠敢於兩黨 一起來面對 那我們這些民間的 或是工商業界的人士 我們也會在公共領域 持續的發揮我們的努力 去讓大家知道台灣社會的現況 並嘗試來解決